他是林正英的师弟 师从金剧名家粉菊花 童馨出道时就与李小龙合作过 后称为红金宝麾下最得力的干将 很多人看他眼熟 但不一定能说出他的名字 他就是香港演员孟海 做演员 当导演 数字提名金像奖 最佳动作指导 孟海可以说是港产动作片中的无名英雄 值得一提的是 他与女打星罗福洛还曾有过一段恋情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位被遗忘的 五大明星孟海的人生故事 孟海可以说是和香港电影一起成长起来的 他七岁的时候就拜刀马蛋名家粉菊花为师 学习新剧 与萧芳芳 林正英 董伟 尊龙等人是同门师兄弟 别看孟海长得憨厚可爱 小时候也是一个十分调皮的孩子 因为学习的过程太辛苦 孟海曾经和其他师兄弟一起密谋逃跑 可惜最后还是被人捉了回去 话说他的老师粉菊花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方法也是挺有意思的 当时孟海和一些师兄逃回家后 粉菊花先是甜言蜜语地劝说他们回来 然后等到他们回来后就狠狠责大了一顿 虽然看似有些不道德 但不可否认 正是粉菊花师父的严厉教导 才能让这些弟子们后来能在演艺圈中混得顺风顺水 孟海14岁离开学校开始走上演艺的道路 在吴思远导演的多部电影中担任了主要角色 像是生龙活虎小英雄 神龙小虎闯江湖 香港小教父等 期间就属他和梁小龙的合作最为密切 后来随着孟海年龄的慢慢增长 他又开始和师兄弟们一起在电影中担任龙虎武师 在孟海的一众师兄弟中 林真英的成名比较早 跟随李小龙的时间也比较长 所以这就给孟海制造了很多接触李小龙的机会 据说李小龙对这个源头源脑的小家伙也是十分的喜爱 还亲自点名让孟海出演了麒麟掌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后来李小龙拍摄龙中虎斗时 孟海也是特地在片中露了一个脸 可见李小龙对这个小家伙是真的喜欢 话说孟海与李小龙一家确实有缘 他是唯一一个与李小龙父子都有过合作的演员 当年李小龙因为去世后 他的儿子李国豪在80年代开始闯荡影谈拍戏 1986年拍摄的龙在江湖 孟海就在其中担任了演员以及武术指导的工作 其实孟海在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当上武术指导了 他的第一部作品是老鼠拉龟 后来又为龙之忍者 新鼠山剑侠 皇家师姐 六指情魔等多部经典电影担任了指导工作 而这些影片上映后的口碑都还算不错 其中龙之忍者更是获得了第二届金下奖 最佳动作设计提名 除了做武术指导之外 孟海也参演过不少的电影 像是《皇家师姐》《夏日复兴》《鬼咬鬼》《富贵列车》等影片 其中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就是和林正英合作的《鬼咬鬼》了 片中孟海饰演九兽的徒弟小海 为了救女鬼小红要过气给她 师傅让手对手 她却一直想要嘴对嘴 1985年的《皇家师姐》 也算孟海比较成功的一部影片 她不仅担任了本片的动作指导 而且出演了片中的散力通一角 并且凭借这个角色 孟海还获得了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奖 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 孟海与成龙 洪金帽等人也合作出演过不少的电影 龙的心中她饰演成龙的同事阿仁 最搞笑的一段当属餐厅中的挑衅了 你这张嘴刀蛮厉害的吧 厉害又怎么样 小姐买单 打你了怎么样吧 你们打得好 是我错了 我错了 《富贵列车》中 她与吴马一起出演了一对斗逼囚犯 本来想要利用火车压断手铐 没想到却被洪金帽发现 双方借此还上演了一场废话一样的对答 在一些电影中 由于孟海和袁彪长得十分相似 所以他们经常会被影迷们认错 不过这倒并不耽误他们一起合作 别看孟海是个练武之人 有些憨憨的感觉 但其实他是个内心非常柔软的人 我们都知道孟海与师兄林正英的关系非常好 当年在九叔去世之后 孟海还十年如一日的给他写信 跟他讲现在的世界 以及倾诉自己的思念之情 也算是感谢当年九叔的提携之恩吧 虽说孟海长得不是很好看 但他曾和动作女星罗福洛产生过一段感情 两人消失于红加班 当年香港动作电影的发展如日中天 许多习武之人便借此前来香港发展 罗福洛在美国学过空手道 这次来港深造便加入了红加班 跟随专门训练女打星的圆葵练武 当时孟海是红加班的德力武师 也是圆葵的助手 一来二去的训练 便让他喜欢上这个金发美女 孟海英文不好 为了追求罗福洛 他便去报了英语补习班 而罗福洛也被这个年轻武士的坚持吸引 不久他们便坠入了爱河 罗福洛的武打能力也十分出色 在富贵列车中 他和红金宝就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打斗 比起孟海在片中的搞笑 罗福洛显然更加正经一点 不过两人的关系最终并没有开花结果 90年代港产动作片开始走下坡路 罗福洛也在此时回到了美国发展 而他和孟海的感情也因为分隔两地 文化背景不同而各散西东 到了90年代末期 孟海正式从台前转向了幕后做动作指导 他最近的一部电影应该是2014年的《一个人的武林》 从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确实苍老了不少 虽然岁月带走了他年轻的容颜 但却给了他更多的阅历和收获 如今的孟海已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了 除了工作 他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人 不过未来还是期待他能够有新的作品问世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